皮老板为了偷祖传秘方居然拜师山迪向他学习空手道 经过不断的训练他领悟了自在疾异宫最终打败了师父山迪 皮老板原本正开开心心的出门买东西 突然一只大脚丫子把他踩扁了 不知情的咸鱼还以为自己踩中奥利给了嫌弃的在石头上蹭了蹭 随后皮老板来到了交易地点 他用身上的钞票买了一把跟他体型差不多的武器 而他买武器的目的正是去谢宝王偷祖传秘方 可还没等有人注意到他他就被踩扁了 为了不再被践踏 回去后的皮老板研制出了一款脚丫终结者 接下来就是测试一下威力了 测试了好多袋后 皮老板在脚丫终结者上加了镭射炮 实验成功了 皮老板迫不及待地来到大街上找星月儿测试 这时眼睛长在钢门上的弗瑞德恰好走了过来 他精确无误地踩中了皮老板 皮老板身上的脚丫终结者直接击穿了弗瑞德的脚 同样眼睛长在钢门上的山迪也朝这里走了过来 皮老板打算也给他一个教训 在被皮老板攻击的前一刻 山迪及时反应了过来 并且丝滑地躲过了接下来的攻击 还反杀了皮老板 山迪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他会空手道 并且他还是蜘蛛侠的私生子 拥有蜘蛛感应寻常的小他拉咪都伤不了他 得知山迪这么牛逼皮老板提出拜他为师 善良的山迪直接就答应了 山迪觉得训练皮老板这种人机 应该从最简单的基本功练起 首先是徒手砍木鞋 没砍两下皮老板的手就碎掉了 接下来是擦皮鞋 简简单单的事情 皮老板这个人机就是做不好 但是经过不断的训练 皮老板的实力还是有了明显提升 擦皮鞋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而易举 他现在甚至能徒手劈开木鞋 皮老板的基本功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 接下来到了实战环节 山迪特地请来了同样是人机的小海绵 跟皮老板对战 随着山迪宣布开始 小海绵率先出击一招佛山无影角当场 才扁了老皮 被人机一招击败皮老板 简直是比人机还人机 于是山迪现场给皮老板教学了一招抓脚摔 一看这么厉害 皮老板迫不及待的就要尝试一下 皮老板成功击败了山迪 山迪嘱咐他这种功夫 只能用来自卫 不能用来欺负弱小 皮老板满口答应 可转头他就来到了谢宝王 布克门莫名其妙的就被摔倒在地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有一只咸鱼 发现是皮老板搞的鬼 必听是皮老板他们被吓得四处逃窜 章鱼哥则是不慌不忙地拉响了警报 这时老谢从小日子请来的 忍者保安全跳了出来 但是皮老板丝毫不慌 他摆好战斗姿势准备迎战 小日子忍者根本不是皮老板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拿下了 不料躲在办公室的老谢 根本没把皮老板放在眼里 因为螃蟹没有脚 所以皮老板的抓脚摔对他根本没有用 皮老板又一次被无情践踏了 众所周知珍珍是个屌丝女 她每天只会宅在家里对着杂志上的帅哥放花痴 可就在这天珍珍竟然主动出去找工作了 只因她的三个好闺蜜都在商场上班 而自己只能待在家里无聊地打飞机 于是珍珍下定决心也去商场找个工作 随后她来到闺蜜阿基的店铺应聘 阿基让珍珍去找店长 毕竟她只是一个打工仔没资格录用别人 珍珍刚想去办公室和店长交流一下 不料上来就被门卡住了 接着珍珍又来到了第二个闺蜜阿巴上班的店铺应聘 可是阿巴表示他们今天刚录用了新员工 现在不确认 没办法珍珍只能来到第三个闺蜜阿毛的店应聘 她给阿毛跪下恳求她给自己一个工作 阿毛把珍珍带到店长面前 还没等他们开口表明来一店长就拒绝了珍珍 被接连拒绝的珍珍沦落到了在路边吃快餐的地步 这时一个老太太找到了珍珍 她无意间听到珍珍在找工作 而她的店铺正好还在招人 随后老太太带着珍珍来到了商场的富翼楼 这里到处破烂不堪全是已经倒闭的商铺 破破烂烂的就算了空气中还弥漫着奥利给的味道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老太太的店铺 店名就叫老奶奶的围裙 里面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 尽管跟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 但好在是成功找到工作了 珍珍立马把这件事告诉了好闺蜜们 当得知珍珍在老奶奶的围裙工作的时候 闺蜜们全都嘲笑起了她 珍珍觉得老年人没那么糟 此时他们旁边正好有一桌老年人 光嘲笑肯定是不够的 就在珍珍工作的时候 她的三个好闺蜜们还一起组团过来挑衅她 老奶奶给珍珍讲述了她上学期间被孤立的故事 同学们总是嘲笑她 不过她很快就用自己的实力打脸了同学们 随后老奶奶带着珍珍尽情享受老年人的生活 他们一起坐在摇摇椅上支支毛衣 一起骑着四轮车到处乱逛 一起边听音乐边做美味的甜点 慢慢的珍珍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太太 她只是出门捡个毛线球 结果又遭到了闺蜜们的嘲笑 这次老奶奶出来帮珍珍说话 阿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拿着香肠上来挑衅老奶奶 下一秒老奶奶直接用出了练习了两年半的侍候功 周围的店铺被吓得都关上了大门 要说老奶奶什么最厉害那肯定是织毛衣 她略微出手就织了个毛衣把三人捆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折磨时间了 一个小时后阿基阿巴阿毛再也扛不住了 他们向老奶奶求饶 并表示不会再嘲笑珍珍了 于是老奶奶把他们放了出来 三人向珍珍道歉 但是珍珍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她已经明白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